娱乐圈的明星都是多彩多役 但是拍戏时面对一些高难度动作戏 或者不露脸的戏份 通常也会使用一下替身 而做替身时间长了 很多替身还跟明星成为了朋友 比如最近郑爽就在自己的粉丝群 自爆跟替身走得近 还夸其比本尊还漂亮 仔细一看还真是有几分相似呢 爽妹子个性直爽 只要契合 似乎跟谁都能玩得来 说起明星跟替身成为朋友 就不得不提刘亦菲了 沈仙姐姐的气质无人能及 但是她的替身也不输本尊 名叫杜宇辰 是一名航空专业的学生 四大名簿里面很多唱戏 都是她做刘亦菲的替身 因为刘亦菲很忙 每天拍戏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 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拍 后来她还和刘亦菲成为了好朋友 在刘亦菲送承信的定情电影 第三种爱情中 杜宇辰也参与了演出 萌萌的赵丽颖 她的替身也同样是很可爱的女生 几年前在拍花青谷时 赵丽颖还跟替身亲切丸子拍 据说担任过花青谷赵丽颖的替身后 赵丽颖多不准备开拍的电视剧 或电影的导演都找到李可 希望她能继续担任赵丽颖的替身 但是最后李可都拒绝了 还有唐亦也有过替身 去年热播的锦修未央 唐亦也就用了替身 据说这名名叫张淳嘉的90后女生 在网上看到演员招募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紧力 一周后收到电话 让她去做躺影的替身 这部戏她在剧组里待了一个多月 拍到后来都惧怕镜头 省怕拍到脸 此后她发誓 再也不当替身演员了 只能说 虽然替身看似是一份容易做的工作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难度 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但是像郑爽柳亦菲这样 能够跟替身也玩得来的 可见平时应该也是非常平易近人啊